主席 院長 辛苦了 委員 您好 委員 您好 我想在這麼快的時間我們又見面 第一次質詢您 也是為了我們這個疫情 要針對特別條例通過的時候 來跟您就教我們在1.0預算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有預估到整個產業的影響程度 勞工也好 弱勢民眾也好的權益跟保護照顧 那當時我記得院長您信誓旦旦的跟我說 我們一定會做得比其他國家更好 但我想也請你自己打個分數好了 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我們有做得比其他國家更好嗎 很謝謝委員指教 就是在貴院的支持下 國人同胞支持下 我們的防疫工作被世界各國所肯定 我們很感謝 但我們還是戰戰兢兢 因為這個疫情發展超乎原先疫情 各國都到現在還看不到止境 所以我們還是要更努力 希望能夠一關過一關 關關難過 關關過 現在最難過的關是什麼呢 是不是在產業面受到的衝擊 我們看不到盡頭 是不是非常多 我們勞工也向您這個陳情 也向您請求 是不是在加快加寬加碼的三加政策裡面 你已經聽到民間要求 也在這一次2.0裡面 有提高您這個有關紓困產業預算部分 是不是你有做到超前部署的超超前部署 您是任有嗎 謝謝 是這樣 防疫只要沒有發生疫情 只要確診病例沒有增加 死亡人數沒有增加 大家都可以看到成績 但紓困意見就很不一樣 見仁見智以及行行業業 我們要更用心更積極 不過我們雖然盡力 但很難說百分百滿意 所以委員你多指教 如果哪個地方沒有做到 我們真的是十足的誠意 希望能做到 好 謝謝院長 力不可用盡 我們國家資源確實有限 所以這次編列1500億 同時民進黨團提出來的11條修正 也增加了 當疫情影響的時候 還可以再擴增到2100億 就是大概4200億 這部分本黨團一開始有一點遲疑 希望能夠增加執行率到六成 再讓您用這個疫情的情況再額外增加 但是還是我們人數不足了 但是所以整體上是過了民進黨團的修正版 所以我想您心中應該已經知道 除了一照就這個疫情的影響之外 大概我們心中還有一個實體的資源 是可以再增加2100億 那我就用這個規模來救教院長 第一個我們看看現在 是不是比其他國家做得好 特別在產業跟勞工這一塊 我們台灣目前在經濟部 省部長也強力推出了 不裁員補貼的這個政策 這個我是真的是感謝 也知道院長有聽進去我們的意見 那不裁員就是要hold住他的雇傭關係 不要造成失業 那我們現在看到經濟部的狀況 是因為監困企業就是營收降低50% 作為補貼薪資有四成這樣一個政策對吧 沈部長 我給委員補貼 尤其你這個桌子裡面說衰退50% 我給委員補貼 這是委員制 委員制 但是 商業的特性跟那些都不一樣 還有特性的經營 你也可以補就對了 可以跟商業公會 大家丟出一個公式 然後大家說可以怎樣 就是更爽的 更方便的 速度更快的 看得到 我只要你的意思 就是說以不裁員作為前提的話 盡量有稅集的這些企業行號商號 也都可以先拿到我們四成薪資補貼 甚至現在舉證不出來 到他復工之後還可以回來追溯對不對 這個事情我們可以說都盡量 好 謝謝沈部長 但是我們看看韓國跟加拿大 數字都在螢幕上 院長 以韓國為例 他衰退30% 補助的薪資是75% 如果我們用台灣勞工 4萬塊的平均收入的話 台灣是補1萬6對不對 四成嘛 但是在以這個加拿大 或者是這個韓國來講 都高於台灣的四成薪資補貼 所以如果剛剛講 整個預算規模 有可能在以後的情勢嚴峻下 還是有空間 這個是不是請沈部長列入考慮 金資補貼作為 不裁員的這個做法 跟現在 是不是能夠達到不裁員 降低失業的做法 真的是一技 值得 細細去推動的政策 所以我想這部分 請院長 部長能夠確立把這樣的政策 執行 而且願意努力的去完成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可以說 拜六禮拜 都跟這些鄉上在做 我們就這樣來講 鄉上說 政府你如果把我們提 不放高端 我們不裁員 不減薪 不放無薪假 謝謝 現在來看已經 減班休息 已經變成失業勞工 已經變成準失業邊緣的弱勢 這部分勞動部長 我想徐部長也非常的辛苦 第一階段我們是沒有預算在特別預算中 所以動用了救安基金 救保基金 那這一次2.0裡面就增列了新的對象 那我們先檢視 這一次三大計劃 充電在出發 大概到目前只有1874人申請 71萬發出去 安心就業只有936人申請 只有給了合發68人28萬左右 安心上公是剛開始 所以總體來講要跟院長報告 政策的美意 基層跟企業如果都不買單 甚至不通報減班休息 基本上數量上面雖然反映出來 申請人數 效益上執行率上確實太低 所以這部分我不曉得院長 您看法怎麼樣 院長還說回來 為什麼會這麼低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充電在出發是2月推出 安心就業是3月推出 那其實我們整個 那個對於企業的影響 其實3月開始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充電在出發 申請人數已經是到達2000多了 2200多 對 那加數也是在3月中旬 又開始急劇上升 所以我現在都要求同仁主動 好 我一接到減班休息的這個通知 我就請同仁主動到企業去關懷 對 所以我相信後面的技巧要再拉起來 所以我想跟院長跟部長說 我們政府能夠讓人民信任 讓人民尊敬 就是我們一先想到他們要我們服務的地方 加快腳步去 門檻要比較簡便 能夠讓人家理解 程序要能夠他方便 所以我想這三個計畫 我並不是說我們執行的效益上面 現在就叫做成績 而是起步的時候的難 要讓我們知道在行政上要如何改變 那到下一頁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憂心忡忡的就是 是不是在接下來的四五六月 數據會反映出來之後 減班休息也好 失業率也好 之前通報也好 會不會造成我們現在 在預算上面 在預想上面的政策是不夠的 所以先提出來也是就叫院長 以現在來講 減班休息增加了八倍 之前通報到四萬多人 失業率昨天主計處也公佈了 所以總體上來講 如果上漢到失業率到4%的時候 嚴格講也該要啟動另外的一個 有關安定就業或安定僱用等等 的措施 預算到底夠不夠 預算能不能在這一次的 一千五百億裡面還能夠有空間 我們這一個政策 絕對要照這樣來做 總算預算有所不足 我們要用預備 而且剛才委員講 我們一定要把這些勞工照顧好 我先請部長給你報告 謝謝委員 委員所考慮到這個 包括我們假設失業率到4點多的時候 對那個僱用案定措施會啟動 而且他用的是救保基金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不用擔心 我們都有考慮到裡面 所以再來就是 救保基金也可以進入到 如果萬一還是一千五百億 不夠的時候 要再加碼進來 對沒有問題 那我想這個部分 就謝謝許部長 我想勞動部也好 我很期待 經濟部交通部 能夠跟勞動部一起 完成我們跨部會之間的協助 不要讓勞動部 自己在這個孤單單的 去面對非常多勞工的投訴 甚至五一勞動節已經快到了 這次非常多勞工 本來他們還是會像過去以往 要用遊戲 要用抗議 要用陳情 但是大家共體時間下 還是取消了一個群眾集會 就是希望我們大家對於這個疫情 是團結在一起 認真面對解決問題 那接下來我就要請比較相對 弱勢的部分 那院長也很清楚的 在前天的記者會上 你也已經提出來說 這一週就會入葬 有非常多的這個弱勢者 包括一些你們這一次 還沒有預算通過 就說的這個有關 自營作業的勞工 已經開始啟動申辦了對不對 徐部長 包括委員 已經到今天會發出15萬人 是 然後低抽的這些弱勢者 87萬人 大概也有71萬人 已經準備入葬對不對 這是部長 那個已經入葬 是 已經入葬 所以對我來講 我認為有一些政策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很多的部會首長 都跟我們講說 這個要再研究 那個辦法還沒過 這個還要再請示 其實照蘇院長您的做法 早就可以做 而且是 步步的讓國人覺得 你們是有跟他們站在一起 所以我要請教就是說 以這一次您說的 40億裡面 87萬的弱勢裡面 為什麼我們覺得 有一些誠意不足 我們在估算你們講的 這個七類人的弱勢津貼裡面 其實一般家戶裡面 除了兒少 除了身心障礙者 老人之外 有一些中低收入的這些家長 或者是他們裡面的 超過18歲的人 他相對也是在你們 應該照顧的對象 可是我們在這個門檻設定上 就切了 把他們切出去 所以我們這第一個 這個請求跟院長報告 如果總體上來講 把中低收入戶 被你們排除掉的 這個18以上 就是4以下 以及特殊境遇的家庭 大概2萬多人 一共其實是116萬人 可是您這邊政策是只照顧87萬人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誠意 略有所差 為什麼不能讓這樣一個家戶內 以及相對 特殊境遇的家庭的這些 單親家庭 或者是生活這個艱困的一些人 能夠在你這一次的叫做 一個月才增加1500 乘以三個月才4500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誠意不足 這部分是不是請院長 可以慎重考慮 那同時我在質詢這個衛福部的時候 外福部的次長 似乎也已經認為 正式方向是對的 那是不是請院長 部長 一起來 這個委員 我是認為 這一次只要陷入困境 政府都窮盡一切之力 要來救助 那委員剛才的指教 如果還有一部分覺得好像還不足 我先請次長給您報告 那如果有這樣的實際情況 我都很願意來繼續幫忙 跟委員說明我們第一階段只有編列7800萬左右 那這一次呢增加到41億多 所以就針對剛剛委員前面所講的那幾個八類 那我們現在還針對 如果受這八類之外的 不要重複領取的 我們有另外再增加這個編列費用 謝謝市長喔 我想確實您當時有 可是我就說到目前送進來的預算書 以及剛剛報告的這個預算匡列裡面 這個讓我們比較憂心 所以如果有您剛剛的承諾 我相信這些家戶的這個勞工 或弱勢人民會非常感激喔 那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有關紓困疾難部分 沒有勞保沒有工作證明 沒有辦法去用勞動部的這個 自營作業者的300億的部分的國人 也憂心忡忡 其中有一個寫在這個衛福部的網站上的留言 到目前衛福部沒有人去回應他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如果我要去申請這個 極難紓困的一兩萬塊錢 你們要我找這個三個 這個求職證明是被拒絕的 然後他問了這個勞動局 國稅局這個區公所 大家都說這個部分呢 你這個沒有三個求職證明的拒絕紀錄 你就無法符合這個規定 沒有辦法取得這個申請 這個請問次長是這樣嗎 各位委員說明我們社公司有關注到 所有民眾反應的問題 我們盡量簡化程序 所以我們也正在討論說 類似民眾反應這些問題 要怎麼改觀 下一頁喔 一樣區公所好幾個地方 新北的台北的中南部的區公所 每一個都有提供他們說 你們要求要有三份求職紀錄 被拒絕才能夠符合您這一次的緊急急難的救助 那我想請示院長喔 如果說一個衛福部的這個美意到各地方政府 到各區公所都不敢面對來求助的民眾 已經跟你所有他的難處了 你們要他拿出這個半年內或幾個幾個月內 要有這個三次求職被拒絕證明 是不是強人所難 第二個很多人不願意開立這個證明給你嘛 所以我想實務上面跟實際上的需求 是不是可以馬上做改變 好我想我們這個公司都會關注到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做後續的處理 好那最後我想一點時間喔 我就叫院長喔 剛剛講誠意不足之外 差別對待確實是一個大家勞工心裡的痛 您知道勞工有關於投保急劇這件事情喔 特別在職業工人 他越年長越這個年紀稍長一點 他的投保急劇可能會稍微調高一點 可是這一次我們對於自營作業的一百萬人裡面 扣除導遊領隊進車司機之外 他們都沒有用薪資的投保急劇 作為發放一萬到三萬這個補貼 可是勞動部的三百億的這個對象裡面 就設定了一個門檻叫兩萬四的投保薪資 其實很多的勞工我想院長也知道 甚至我們勞動部的次長喔 林免玉次長他的母親 早年也是在這個彰化一個職業工會投保 他打保到年紀長的時候才到三萬四萬等等 可是他的收入跟他實際的狀況 未必是用這個叫做投保薪資 來作為一個門檻篩檢 所以這一次我想就叫院長啦 整個投保的人數大概是兩百萬 那我們設定的這個補助對象是一百萬 同時是免課稅者才有 課稅的人